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日前发表了最新的2024年永续报告书。 报告显示,台积电全球员工数已达到84,512人,全年新增员工超过1万人。 台积电2024年员工薪资福利总额包括本薪、津贴、现金、奖金及酬到357万新台币创新高,同时也显著高于全球高绩效企业及高科技公司的平均水平。 以台湾厂区及采育公司新进硕士毕业应届工程师为例,2024年平均薪酬高于200万新台币, 一线员工2024年平均整体薪酬高于100万新台币。 此外,2024年,台积电公司全球员工总体薪酬不含退休金及福利中位数约为新台币246万元, 与执行长总体薪酬相较为1比384。 执行长年度总薪酬增加百分比,与年度平均总薪酬增加百分比之中位数约为49比1。 与前一年相较,2024年,台湾厂区全职员工人数、薪资平均数、薪资中位数均实现同比增长。 自2022年起,台积电及其100%持股的子公司所有政治员工均可参与全球员工购股计划。 2023年,该计划范围进一步扩大至主要持股的海外子公司全体政治员工。 公司提供15%的购股补助,鼓励员工购买公司股票,共享长期成长的成果。 全球有超过85%的员工参与该计划。 从2020年至2024年,台积电每年员工整体薪资福利费用总额有约新台币1408亿元,增至约新台币3018亿元。 年度人均薪资福利费用则由新台币247万元,增至新台币357万元,增幅达44.5%。 根据2023年员工意见调查,84%的员工认为公司提供的整体奖筹合理,这一比例又与全球高绩效企业66%及高科技公司61%。 台积电台湾厂区的奖励方案分为两年实施,包括每季发放的员工现金奖金和次年度发放的员工现金酬劳。 而海外厂区的奖筹方案则根据当地市场和国情提供年度现金奖金或一至三年的长期激励奖金计划。 台积电如此优厚的员工待遇并不能满足所有员工的金钱欲望。 台积电近日惊爆地遭离职与在职工程师联手窃取2奈米制程机密资料,宛如电影情节的叠对叠过程引发话题。 台积电靠着数十年来如铜墙铁壁般的内部管理机制,和找来美国中情局CIA退役的资安专家所建制的AI资安系统,成功揪出内轨,让外界大开眼界。 台积电泄密案整起事件是发生在7月中旬,一名曾任职台积电系统整合部门的陈姓工程师,离职后,转网与台积电有长期合作关系的日商东京威力科创公司担任设备工程师。 因陈姓工程师与台积电先进制程研发人员熟识,便利用居家远端办公漏洞,透过当时仍任职台积电的工程师连进公司内网,再由陈姓工程师以手机拍摄于千张2奈米关键制程技术照片。 台积电透过内部监控系统监测到有员工异常登陆公司内网,且每次登陆时间都控制在三分钟内即登出,但每次登陆时都在查看2奈米关键制程机密资料。 台积电在锁定相关涉案工程师后先按兵不动,并同时向检调告发此案,高检署智慧财产,检查分属检察官,则立即指挥调查局新竹市调查站,资安站及北极站展开侦办,在短时间内就破获此案。 据了解,这套台积电内部监控系统是找来从CIA退役的资安专家所建置,透过AI大数据系统监控内部是否有不正常连线,若有远端连线回公司内网,也会及时监测是否有不正常点击网页动作,一旦发现异常便会被AI注记并发出试警,让资安部门可以及时采取必要保护措施与法律动作。 曾任职台积电的阳性工程师表示,过去台积电是不准员工携带任何具照相功能或智慧型手机进入厂区的,所有员工到公司后只能携带由公司配发,仅能通话与收发简讯的传统型手机,后来公司未方便工程师能在家远端工作。 才改为开放可以携带安装有台积电资安系统APP的特定智慧型手机到厂区。 杨先生说,原本公司的用意是希望让工程师在工作之余,也能享有使用通讯软体、网络社群和观看影音平台的权利,没想到却被有心人拿来当成窃取机密资料的漏洞,实在很不应该。 就他了解,这次事件爆发后,台积电已全面启动内部员工的资安再教育计划,HR找来资安和法务部门再三告诫员工不要轻易出发。 事实上,台积电不止资安系统滴水不漏,内部管理机制也宛如铜墙铁壁般,数十年来如一日。 台积电员工或厂商进入公司内部或厂区都需经过X光机的严密安检,到不同部门或厂区也都需重新登记和安检。 除了内部员工外,所有厂商至今进入台积电,仍需交出手机,在公司和厂区只能使用台积电配发的传统型公务机。 台积电内部管理机制还有一个相当特别与利害的地方是,同一个部门或同一个生产线都会组成数个工作小组,由资深员工担任组长,除了工作细节上的传承与监督外,也会经常举行各式聚会,交流彼此的生活状况。 一旦组长发现,组员在生活上有异状,也会适时通报HR介入关怀,必要时,法务人员也会出面提供咨询与必要协助,让台积电员工可以无后顾之忧专心工作。 就在台积电二奈米泄密案传出更多内幕的同时,据海外媒体WCC FTECH援引社交媒体平台X上的用户Carnel Sauce的爆料称, 日本新创晶圆代工企业,Rapidus的二奈米制程RHP工艺将可在逻辑密度上与台积电的二奈米工艺N2制程竞争,并将大幅击败Intel 18A。 根据计划,Rapidus的二奈米PDK将是2026年第一季度向客户提供,并预计将于2027年量产。 据Carnel Sauce透露,Rapidus的二奈米制程RHP的逻辑电晶体,密度为237.31MTR每平方毫米,与台积电的N2的236.17MTR每平方毫米相当甚至还超出一些, 并且将大幅超过Intel 18A的逻辑密度184.21MTR每平方毫米。 目前该数据还只是估算。 该用户还透露,Rapidus RHP达到此逻辑密度所涉及的单元库,包括一个HD高密度库,其单元高度为138个单元,兼具为G45。 假设Rapidus RHP和台积电N2的数字相似,这表明这两个节点都是HD型单元,其目标是最大逻辑密度。 一旦最终解决方案首次亮相,电晶体数量可能相似。 尽管Intel 18A的逻辑电晶体密度相对较低,只有约184.21MTR每平方毫米,这主要是由于使用HD库对Intel 18A进行基准测试。 另外,Intel 18A逻辑密度相对较低的另一个因素是,Intel 18A使用了最新的背面供电BSPDN技术,占据了一些前侧基础层。 这就是为什么HD库测量中的Intel 18A逻辑密度数字有所下降。 由于Intel的重点是效能瓦特指标,因此更高的密度不是该公司的最终目标,特别是因为Intel 18A主要用于内部使用。 但无论如何,如果日起Rapidus的RHP制程的逻辑密度数字属实的话,这也就意味着Rapidus在2奈米尖端制程技术的巨大进步。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